能比太极炎芳还扯淡的只有他了 当年70岁的大师柳龙泉 因为经常表演类似这种隔空打人的戏码而闻名 甚至不少人都信以为真 更令人不解的是 当时已经70多岁的柳龙泉 竟然还向整个日本发出了挑战 说希望能与更多的流派交流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场比武 贾大师竟然骗人骗得连自己都信了 真乃神人 神经人 天福 神经人 神经人 到了 之後 在 时 了 — 阿嬷,阿嬷